浪犬博士致力于协助狗狗家长学习正确与狗狗相属的方式 2021年底推出狗儿和平社交课程 希望不只您建立人与狗之间的健康关系 也期望让狗狗和狗狗之间有良好的社交 我们来进行社交应对业的时候 就是来提升家长的去掌握这些领地 怎么去考考课评估这个当下的房地是什么 国家的狗儿自身的状态是什么 那他们承认现在在交流的不是又是什么 那适合的狗友该怎么选择 那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掌握好之后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会教导狗狗爸爸妈妈们 去看懂他的狗的内在的情绪的状态 这中间其实在锻炼狗狗的情绪的稳定的努力 还有他的情绪的条件的努力 同时也在锻炼狗狗爸爸妈妈们 能不能去很精准的快速的去判断狗狗的肢体语言 以及我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应对的方式 来帮助我的狗掌握得更好 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变得更加的情绪稳定 所以社交这件事情啊 其实它是一个开心玩乐的一个互动的活动 可是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很进阶的训练 因为它不只是当下的好好的交友 它背后其实包含你从生活中的压力的平均 然后来帮助你家的狗狗狗狗更主宰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上的固承症 真正能够改善这个狗狗家庭的人 其实不是一个一个月或一个礼拜才见一次的训练师 而是每天跟狗狗掌系相处在一起的狗狗家长 所以真正重要是我们要教会狗狗家长去做一点变化 去做一点改变 去做生活上的调整 才能够在这边帮助到狗狗家长 说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